前方馬路遍水路 消防隊員乾脆下車 涉水而過 因為前方這台黑色名車拋錨了 卡在馬路中間 四周都是黃澄澄泥水 就像一座古島 拉下車窗 車內三大兩小受困 小男童睜著大眼睛緊抓媽媽 大得抱小的穿過泥水 到對面便利商店 真的有夠狼狽 小朋友先給我 那裡有階梯要小心 明明颱風還沒來 周日下午四點多 卻瑜伽南投珠山 交流到附近大鹽水 還有這台白色電動車 冒險挺近 水花用上引擎蓋 從內部看 開車好像在開船 好雨來得又猛又急 台三線 馬路 城隍河 正好是週末假日 車子不敢往前全部塞成一團 當地民眾抱怨 明明排水工程才剛完工 怎麼一點作用都沒有 如果下一個小時就會有這種情形 如果沒有人把這些水溝 鋪空就淹得更嚴重 你如果沒有停就淹到完場 南投珠山水淹及西 路上駕駛又該如何因應 專家說淹水三十公分以上 要立刻熄火 人員儘速離開 才不會水越淹越高 最後難以逃生 跟車輛一起漂流 險象緩生 記者 曾永強是姓李雲傑 南投報導 超級中心說 都調整直至新角度 都調整直至新角度 全部調整直至新角度 有暴力 都調整直至新角度 全部都調整直至新角度 都調整領